8月18日至19日,马王堆汉木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旨在充分展示马王堆汉木考古发掘保护与研究利用取得的丰硕成果,提升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在马王堆汉木研究最新成果出版发布仪式上,《长沙马王堆汉木简薄集成》、《长沙马王堆汉木文库》、《中国丝绸大戏》、《湖南博物院卷》三套书及公开亮相。 其中,《长沙马王堆汉木简薄集成》公布了最新整理发现的231片薄书薄画残片,对全书图版进行调整和调色,并对书中文字进行了620多处修订。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刘钊表示,修订后的版本有助于完善马王堆汉木简薄的资料,使读者更清晰准确地了解马王堆简薄文化。 我们中心和湖南省博物馆合作编辑的《长沙马王堆汉木简薄集成》的修订本,这个是代表了目前为止马王堆简薄研究的最高最新的成果。 大家知道这个新学问都是新发现带来的,那么马王堆学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可以说是逐步成熟确立,它涉及到学科非常的多。 这个修订本标志着马王堆研究的再出发,所以我们这套书呢,也可以说是为马王堆学的成立啊,贡献了一批基础的资料。 此次活动还公布了不少马王堆文化加科技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如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展,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心追梦,和历史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等。 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习终身教授汪月静认为,马王堆的意义不仅在其保持了汉代物质生活的一些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媒体艺术呈现了一个想象的天地。 文物活起来的一个根本点,我觉得首先得调整我们的一些概念,如果是一定假定文物它就是仅仅是对一个社会场景的复原的话,那它就永远活不起来。 如果一旦能够挖掘它背后的想象世界,想象的维度,那文物才能真正的活起来。 经过数十载整理研究,马王堆汉木出土文物以全面系统摸清家底,漆木器、纺织品、简薄三大主要门类共整理出26937件文物。 目前已完成948件马王堆藏品的高清数字化采集,包含7779张图片和285件三维模型,初步形成马王堆汉木文物知识库。 湖南博物院院长段小明表示,马王堆文物的保护展示技术在50年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未来一年内,马王堆汉木文物将完成包括残片在内的百分之百数字化采集,形成马王堆汉木文物的知识图谱。 我们湖南博物院非常想以50年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想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继续持续地推动马王堆的研究、保护、整理和传播工作。 第一呢,就是多学科的、跨学科的融合发展。 我们要联系更多的院校,来自国、国际的学术组织来进行一个合作。 第二个呢,想在数字展示、线上展览以及线上传播上来持续地做好我们的相关的马王堆的传播工作。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把50年来的所有的成果来汇编成80到100本的马王堆汉木的研究专注。